亲爱的弟兄姐妹 大家平安 感谢神透过祂的话 以不断地教导我们 感谢神透过祂的话 向我们生命来显出祂的平安 祂的同在 愿你领受祂的话 不只是领受神已经在圣经上所说的话 也要不断地来经历祂 时时刻刻向你说话 愿神与你同在 奉耶稣的名号祝福你 Amen 约伯记第四章12到21节 我暗暗地得了默示 我耳朵也听其细微的声音 在思念夜中 异象之间 世人沉睡的时候 恐惧战争临到我身 使我白骨打颤 有灵从我面前经过 我身上的毫毛直立 那灵停住 我却不能变其形状 有影像在我眼前 我在静默中听见有声音说 必死的人岂能比神公义吗 人岂能比造他的主洁净吗 主不信号他的臣婆 并且指他的使者为愚昧 何况那住在土房 根基在尘土里 被肚虫所毁坏的人呢 早晚之间就被毁灭 永归无有 无人理会 他帐篷的绳索 岂不从中抽出来呢 他死 且是无智慧而死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来看到 在约伯记的第四章 十二节到二十一节 那么 在整个以利法 在跟约伯的互动的过程里面 他为了要更多的去强化 他所听见的话 或者是他的认知 他用了一个 更深的一个方法 在第十二节说到 我暗暗的得了末世 我耳朵也听其细微的声音 他说到什么呢 他说在思念中 异象中 世人沉睡的时候 他就经历到一件事 第十五节 他说到有灵从我面前经过 我身上的毫毛直立 十五节讲完之后 第十六节那灵停住 我不能辨别 但是在这个影像 却在他的面前 而且他听见有声音 他为了要强化 他对约伯的话语 他用了一个属灵的经验 在灵界里面 在十二节到十六节里面 他就告诉约伯和其余的人 我从灵界得着启示 我从灵里面得着 那话语和异象 弟兄姐妹 当我们领受的时候 不管他说了什么 我想我们要先把一个 从神的面前 或者是我们从灵里面 领受启示和异象的态度 有一个简单的分享 就是说当我们在神面前 领受漠视的时候 我们要明白 我们不能够用神的名 来去好像去无上 无限上纲的去说话 我们要知道 如果是神对你说的话 你要很清楚的在神面前 用谨慎的态度来说 而且你必须明白 神已经说过的话 和神现在在说过的话 是不会互相违背的 这是我们对于启示的话语 我们要有一个谨慎的回应 所以以利法在整个 跟约伯的互动里面 有没有一些话语 比较特别的超过呢 或者是有没有一些话语 反而并没有从神那边 好像得着安慰 反而使约伯感受到责备呢 这是我们要去思考的 第二个 我想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是 当我们领受神的话语 有的时候从神而来 可是我们却因为 自己生命中的限制和框架 我们却斥责那个话 举例来讲 我就听到有一个牧师 他分享的很好 他说有一天 他去一个教会讲道 很清楚的听到感受到 神好像提醒他 要为这个教会的健堂 有一笔奉献 而这个奉献 超出他平常奉献的数字 所以他就马上 好像有一个感受 他是用一个很笑话的语气 和口吻这样说 但我知道很多的人 就会马上一样这样做 就是奉猪的命 斥着你离开 其实那是神 圣灵正在对他说的话 其实有的时候 我们因为我们生命里面 有太多的限制 或者我们恐惧害怕 或者我们自卑 或者我们的生命里面 不知如何是好 我们就拒绝了圣灵 对我们的感动 其实我想鼓励你 如果你特别有一些的看见 神话语的提醒 你不能明白的时候 不要忘记寻求你遮盖的帮助 寻求你牧者的帮助 寻求你小组长的帮助 我相信你要领受 从神来的恩典 以至于你可以不断的 从圣经 从神不断的 向你说话里面 来与神来同行 我也要求神来祝福你 当然今天以立法 要对约伯说一些话 而且是好像有灵界的启示 我特别求神在你生命里面 每一天与神亲近的过程里面 不要忘记跟神对话 不要忘记把你的问题提出来 不要忘记跟神聊天 有一些的讨论 只要你愿意花时间 与他亲近 我要告诉你 你会听见他说话 我们的祷告不要只有说 主啊你要这样帮助我 这样帮助我 那样帮助我 如何帮助我 其实你可以跟主说 主啊我这件事情 正在我的手上 我有A计划B计划 但是主你怎么看呢 当你把这句话 问出来的时候 我相信神 他知道你的谦卑 如果你愿意 他一定可以对你说话 愿神来帮助我们 Amen 我们很感谢神 在今天的话语里面 我们看到了 以利法 他用这样的方式 与约伯互动的同时 他说的这些话 那么接下来 约伯一定会有一些的回应 但是我们今天 透过以利法的话 我们还要学习什么呢 他第十七节 他就说到 他说他在寂寞中 十六节 他在寂寞中 听见有声音说 说什么呢 在第十七节就说到 必死的人 岂能比神公义吗 人岂能比照他的主 捷径吗 甚至第十八节 还说到 主不信靠他的臣仆 甚至指他的死者为愚昧 其实即使你是 你是这个最大的天使 你是一个最有使命 你甚至是天使长 其实相对于神本身 你本身就是一个愚昧的存在 那么我之所以这样讲 不是天使是愚昧的 而是对于神的全能 至高和无限 那么我们的生命 就算有什么 其实当然相对的 就是有限的 然而我要求神来帮助我们 那么以利法在整个 面对约伯的过程里面 其实这整段话到最后 其实他只想要告诉约伯 一件事情就是 约伯啊 我要告诉你 你绝对不会比神公义的啦 第十七节 他就继续说下去 他其实这整段话的意思就是 约伯 问题一定在你的身上 而且重要的是 你一定有问题 这就是以利法 跟他之间的对话 而且他很清楚的就是 你要承认你的错 我要告诉你 你有问题 而且我不只是说你有问题 而且我前面还告诉你 我有灵界的启示 你知道这样的帽子 有的时候会让我们的生命 会遇到很大的困境 亲爱的弟兄姐妹 是不是每一个在困境中的人 都是他得罪神 仔细想想看 大卫当时治理国家 有三年没有下雨 没有降雨在地上 他最后在寻求神的过程当中 神却告诉他是扫罗杀了鸡变人 这个问题和咒诅 带下来一个极大的困难 和整个国家的困境 所以并不是大卫和大卫 在位的时候所犯的罪 得罪神 弟兄姐妹 我们看到有许多人 可能在某一个光景里 是不是一定都是他的问题 我们在神的面前 我们也要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寻求 但是呢 我也想求神来帮助我们 面对以利法跟约伯之间的 对话和互动 其实我想祝福你 能够学习一个功课 就是你生命中的经历 是美好的见证 但是他能不能够当作真理来做教导 这就是你要去思考的 我个人在整个服饰的过程里面 有许许多多的经历 可是每一个经历 是神对我生命中的塑造 你要在神的面前去明白 这一切的经历 都能够当作真理吗 举例来讲 是直奔标杆 标杆人生的华里克 他在整个的服饰里面 他都把十分之一献上 可是当他拿到了板税 巨额的板税之后 他不只是把他多年来 从教会资里的薪水奉还给教会 而且他的奉献 根据他自己的说法 已经达到了十分之九 可是我可以告诉你说 我十分之九 你也要十分之九吗 不行 你的经历不能够当作 别人一定要这样做 因为那是你跟神之间 就好像我知道有些人 他们的生命里面 就好像我今天 我戴着戒指表明 我是属主的人 那么是不是我戴着戒指 表明我是属主的人 所有跟我在一起的人 都要戴着戒指 表明是属主的人呢 不 你的经历 是你跟神单独之间的 经历不一定能够当作真理 可是它却可以成为 美好的见证 我们的生命里面 我们看到以利法 跟约伯之间的互动 我也想求神祝福你 让神把我们的框架 全部都拿掉 我们也要在神面前明白 即使我们的生命 相对于神的永恒 我们的力量 相对于神的权能 是那么的渺小 甚至微不足道 我们仍然要知道 我们要依靠祂 我们仍然要知道 神必不轻看 我们仍然要知道 关乎你的事 神成全 而且神在乎你 你要领受神的爱 不要因为任何错误的理由 与神失去关系 愿神祝福我们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 我来到你面前 向你来祷告 我向你来仰望 谢谢你爱我们 与我们同在 我奉主的名祝福 每一位在你面前的弟兄 和姐妹 祝福每一位牧者和同工 我们一同领受 从天父而来 丰盛的恩典 并且知道神的爱 无限的 祈祷 在我们的生命里 也知道神 日日夜夜 等候我们 与你亲近 主我谢谢你 与我们同在 祝福每一位 跟你有更美好的关系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